殿小二竟自走过去 朝苏秦身上狠催了一口 破口骂道 呸 臭结巴 赶到万邦善馆里吃白食 还要竟挑山珍海味 活腻歪了你 苏秦此刻的酒劲早已经过去了 听到骂声脸色胀红 垂下头去 一语不发 小二历声喝道 快拿金子来 不然的话 掌柜的立马送你见官 大牢里关你三年不说 还要在你脸上情字 让你一辈子做人不成 情字啊 这情啊 是古代在犯人脸上 刺客涂抹的一种刑法 又叫莫行 闻听此话 苏秦大事窘急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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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吃 吃白食 掌柜的冷冷说道 哼 到此境地了 还在嘴硬 来啊 掌嘴 一汉子 闻声走出 几步就跨到了苏秦跟前 拉开架 是正叫掌嘴呢 门外 传来一个声音 慢 众人皆吃了一惊 扭头一看 是张仪和小顺 站在门口 见识张仪 苏秦甚是激动 这 这 张 张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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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 可来了 张仪冷起面孔 缓缓地走到掌柜的跟前 指着苏秦 声色俱力地赤道 你们怎么将这位爷弄成这个样子 掌柜一见他来 早已经没开眼笑了 这位爷 在下 他转队汉子力声骂道 哎呀 愣着什么 还不快为这位爷松绑 汉子急急地 解开了苏秦手臂上的绳子 张仪依旧冷冷问道 共是多少金子 掌柜的转队小二 哎呀 聋了 爷问你呢 共是多少金子 小二拿过一条竹简 乘语了张仪 哎呀 回爷的话 昨夜餐饮 共是八金又二十八桶 此为明细 请爷审看 张仪摆了摆手 朝小顺道 副张 小顺掏出了酒金 交予了小二 小二正要找灵 张仪又一摆手 不用找了 掌柜的健壮点头哈腰啊 哎呀 狮子爷 今日之事在下有所得罪 哎呀 请爷包涵 包涵哪 张仪摆了他一眼 冷冷地说道 得罪本少爷 倒无关系 得罪这位苏大人 掌柜总得有个交代吧 掌柜的眼珠一转 转对小二与两个汉子 昨儿晚上 你们当中是谁 钓了苏爷的 小二与两个汉子 面面相去 掌柜的眼珠子 再转了一下 手指小二骂道 哼 就知道是你 来人呐 将他钓到梁上 为苏大人出气 两个汉子不由分说 跨前就架起了小二 在他的豪救声中 三下两下 将他钓到梁上 掌柜的满意地 看了一眼 朝张仪再鞠了一躬 陪笑道 这位爷 如此可否解气呀 张仪点了点头 冷冷说道 嗯 好 你们钓苏爷多久 也钓他多久 他转队苏秦 苏大人 走吧 苏秦欲走 两腿却是困麻 一个亮枪跌在地上 张仪失忆 小顺扶起了苏秦 三个人缓缓地走出 赶至街上 张仪转队苏秦攻了攻守 哎呀 苏秦相 昨日在下有点急事 本欲去去就来的 不想却喝高了 出门迎风一吹呀 竟如一滩烂泥 只带天亮酒劲方过 哎呀 谁想这一醉酒啊 却是苦了倾向大人了 苏秦拱手还礼 心中已如明镜似的 口中却道 啊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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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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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自 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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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让苏秦 领略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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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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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 和 和 何 何苦 之 之有啊 张仪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苏秦向宽宏大度 张仪佩服啊 哎呀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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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 美食 苏 苏 苏秦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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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仪一拱手道 哎呀 苏秦向慢走 苏秦扭身 踉跄着 缓缓走去 望着苏秦的背影 张仪眼珠又是一转 自语道 不行 此人若是走失 如何厌食 那个老白眉的胡言乱语呢 他眼睛一眨阳手道 哎呀 青相大人 请留步 苏秦顿住步子 回望张仪 这张子 可有 何分不 哎呀 在下 甚想知道 苏秦向 家住何处啊 啊 啊 这 这 长东 宣礼 苏秦向此去 是要回家吗 苏秦 私存有情 摇了摇头 张仪不无差矣 不是回家 那青相大人 欲去何处啊 想到天下之大竟然自己无个归处 苏秦不觉茫然 咬了一会嘴唇 长叹了一口 摇了摇头 哎 在下 也 也是不 不知啊 张仪似乎明白过来 私存有情 打定了主意 拱手道 哎呀 在下居处 倒还宽善 青相大人 若不嫌弃 可与在下同住 苏秦大喜 朝张仪身居了一宫 哎呀 苏 苏秦 谢世 世子 梅 姬雨回到靖安宫的时候 王后身边只有公正义人 太医 姬雪 军已经离开了 连险王也不在身边 姬雨觉得奇怪 见公正迎上来 赶忙问她 父王 姐姐 和御医呢 啊 娘娘需要静养 让他们离去了 母后如何呀 公正敲声地说道 娘娘好多了 正在候你呢 姬雨点了点头 走到榻前 王后微闭双目 身体仍是很虚弱 不过一眼看上去 气色 已是有明显恢复 姬雨走到榻前 轻声说道 母后 雨儿回来了 雨儿回来了 王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啊 快 扶母后起来 姬雨扶王后起来 在她背后垫上枕头 一脸的兴奋 母后 雨儿找到她了 哦 王后的脸上浮出了微笑 点了点头 慈爱地抚摸着姬雨的秀发 来 坐母后身边 细细地说与母后 姬雨在王后身边坐下 依偎在母后的怀里 将街上一幕 从头至尾细疏了一遍 王后听闭 长舒了一口气 微微地笑道 听你这么说来 此人 必逝了 姬雨一脸的茫然 母后 白眉老丈是谁呀 母后 为何要去访她呀 王后私存有情 缓缓说道 她呀 是一位得道的高人 住在云梦山 叫鬼谷子 给予师生的教导 啊 她就是鬼谷子啊 轮到王后惊讶了 怎么 你知道她 啊 常听秦师提起此人呢 说她是当今秦圣啊 秦师还说了 即使余波崖在世 只怕也要低她半头呢 王后微微一笑 鬼谷子 鬼谷先生 奇指是个秦圣啊 姬雨眼睛大睁 更是诧异了 母后 难道她是神仙呢 王后点了点头 在母后 在母后眼中啊 她就是神仙呢 姬雨笑了起来 哎呀 那人看起来 真还有点先锋盗骨 母后 您怎会知道 她来洛阳了呢 是她 托梦于您吗 王后摇了摇头 不 是母后 求她来的 姬雨不可置信 啊 母后认识她 王后点了点头 姬雨顿时来了劲 母后 您快说说 您怎么会认识这位神仙呢 王后拍了拍姬雨的脑袋 似是回忆到了过去 哎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母后年幼的时候啊 肤粗发黄 是宫里出了名的丑丫头 可你外公晚年得女 对母后甚是疼爱 十二岁那年啊 母后突换了一场奇病 高热不退 黄发脱落 神志不清 连续昏睡了四十八日啊 你外公甚是焦急 便请明依皆不能治 第四十九日啊 宫外 有位白眉老丈求见 说是专治此病 你外公文训大喜 降阶迎请老丈 老丈提出要求 说母后是天生道气 病育之后 须随老丈 进山修道 你外公啊 求智心切 当即应允 老丈在母后身上 连扎了树针 留下十包草药 拜此而去 临行之际啊 老丈言称 自己是鬼谷子 百日之后 百日之后 即来迎接母后 母后 按时服药 又过四十九日 不但康复如初 而且 长出黑发 全身褪皮 重新生出一身 光滑细腻的皮肤 后来听人说呀 这叫脱胎换骨 这且不说 自此 母后遍体生香 甚是奇异啊 说到此处 她突然打住了话头 急语听得入神了 后来呢 母后为何 没有随鬼谷先生 进山修道呢 王后又叹了一声 全都怪你外公啊 百日之后啊 鬼谷先生 如约来接 你外公 却又心生悔意 再三地推妥 说让鬼谷先生 再厚三年 三年之后 鬼谷先生 渐约再来 你外公 愈加得不肯了 不顾母后 再三恳求 硬将母后 献于周氏 母后出嫁那日啊 鬼谷先生 站在宫外 眼睁睁地 看着母后 寒泪 走进迎亲的 王年 鬼谷先生 母后生下你们 姐妹二人 箭也断取了修道的念想 三年前 母后突然梦见鬼谷先生 先生 先生说 他仍旧记挂着母后 只要母后愿意 他随时可来接母后进山 母后醒来 想到此生所失 甚至 甚至叹味呀 母后 您 您还想修道吗 王后又是一声长叹 修道 首要抛却凡俗之念 母后 母后 母后虽有此心 一是割舍不下你们的父王 二是割舍不下你们姐妹二人 眼下 秦卫逼聘血儿 你的父王左右为难 母后苦无良策 方才求主于鬼谷先生 谁想她 她脸上说着 浮出了浅浅的笑意 谁想她 倒是真还记挂着母后 竟然来了 母后 这鬼谷先生 真的能帮咱们渡过难关吗 王后点了点头 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母后相信 这个天底下 没有先生办不成的事 只要她在这里 母后之心 就踏实了 她重新躺回踏上 鱼儿啊 去吧 母后累了 甚想歇息一会儿 记住 此事 不可说与他人知道 鸡鱼点了点头 叩手退出 第二日 正当险亡 鸡血 鸡鱼 前来探望王后 一家四人 进向天伦之乐的时候 东周公 突然引领着 陈诊和魏惠侯特派的御医 闯入了宫中 内宰拦住他们 进宫禀报 启禀陛下 东周公 带魏使沉枕 前来探视娘娘定情 周贤王心头一震 目视着王后 王后沉思有情 从枕下摸出了那粒 清悬色的药丸 祸水服下 过了一会儿 朝贤王点了点头 公正垂下了珠帘 周贤王沉下面孔 缓缓说道 宣 魏使尽见 不一会儿 东周公颜太师 引领着陈诊 以及三名医师 驱进宫中 在帘外叩首 陈诊朗声叩道 大魏陛下 听闻娘娘病重 特派御医前来诊治 请大周陛下 云准 陈诊在大周正宫里 公然嚷嚷大魏陛下 这气焰之嚣张 令人瞠目啊 周贤王脸色铁青 鸡血兴颜冷树 鸡语的仙手 慢慢地按向了剑柄 一阵可怕的沉寂过后 跪与陈诊一侧的 颜太师 缓缓出语 沉声斥责 为师阁下 此处是大周公事 不可妄语 陈诊略略一蹲 语气中仍带着嘲讽 陈诊知罪了 接着朝帘子 努了一下嘴 扣与地上的两位女医 回忆了 随即起身 内仔带着他们走进帘后 为王后诊病 王后依旧躺在踏上 神态祥和两眼微闭 两女医 先是摸麦 然后查看舌苔 细细枕看了许久 面上接线 精一不定之色 茫然相视了一眼 缓缓地退了出来 见二人退出 陈诊寇道 为师陈诊 告退 周显王冷冷地送出一句 送客 陈诊诛人回至了管义 两个女医 向一个年岁稍长的御医 细数了脉象和舌苔 御医听闭 似也陷入了茫然 陈诊见三人各自低头思寸 小声问道 娘娘 所患何病啊 御医拱手应道 回病尚清 娘娘所患之病甚是怪异 一是寒症 又是热症 下官 下官难以绝 她的段子尚未说出 就被陈诊打断了 什么 热症 寒症 评论 大刀 绝对 在内向 都贵了 似的 放门 绝对